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共交通运营和机动车通行 5月31号上海市内各小区开始拆除铁栅栏和围板 清理公共广场建筑等周边的封锁警用封带等 上海2500万市民经过两个月痛苦的封城生活 终于盼到了自由 彭博社报道 许多市民欣喜若狂 有上海市民在公寓里欢呼唱歌 还有人在阳台上燃放烟花庆祝 据路透市报道 市民出门仍然被要求戴口罩 保持上交距离不群聚每72个小时核酸检测 以乘坐公共交通和出入公共场所 出入场所扫场所码等 同时餐厅里餐用餐仍遭禁止 商店恢复75%的营业能力 目前还不清楚健身房电影院酒吧和卡拉OK厅等休闲场所和时开放 此外多数学生人呆在家里只有特定年级允许返校 针对传染力极强 但毒性锐减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上海从3月20号开始封城 中国是全球唯一 仍坚持不惜借代价执行严厉清零防御政策的主要国家 上海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个人代价 好了 这次就和各位朋友网友们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